中国不能没有猪。一群国家地理空。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。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。你们鄙视它,你们蔑视它。你们侮辱它,你们践踏它。但你们无法忽视它。如果没有它。历史将倒退。国家将置于危难。人民将陷于饥饿。 这种动物就是。猪。特别说明,本文照片,多为现今常见猪种。与中国传统猪种不同。图片源自atvcg。今天。猪年到来。猪的形象遍布街头。猪的肉身摆上餐桌。人们围绕在。猪的世界、猪的海洋。是时候沐浴更衣,净手云香。严肃认真地了解一下。 猪。猪对于中国。是何等重要。一。起源。九千年前。河南五阳县、贾湖村。一只。野猪。被人类捕获。贾湖未知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家猪独立驯化中心之一。贾湖一只是目前中国已至最早的家猪出土地点。距今九千年。家猪实际的驯化时间可能更早。除了捕获。猪的驯化还有可能是通过共生进行的。野猪体型粗壮。性情暴躁。 成年雄性体重。可达二百千克。极肤攻击性。现代野猪。图片源自atvcg。 在稍后出现的甲骨文中。古人依据外形将。其称为。史。史。史字甲骨文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史的史谱。史的史谱广泛。喜欢攫取根经。采史果实。所以,经常成群出现在人类的田地之中。抢掠。践踏装奖。于是。愤怒了人类。狂奔追杀。 世卫。竹、竹子甲。古文。行为史后跟着人类的脚印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被追逐的史。其很轻易就范。 他凭借蛮力的。抗。建立的獠牙,排山倒海般的冲撞。试图将追逐者置于死地。尤其锐利。的。提毛高高炸起。仿佛体型又大了一圈。这便是。 豪。豪自甲骨文。高家史。搏斗史。披毛炸起的野猪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然而,墙中自有墙中手。真正的人类勇士。敢于直面豪横的史。并将其制服。这种行为被称为。敢。敢自甲骨文。行为。 人手持插刺史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不过这一次。果敢的甲狐村勇士。并没有立即杀死。使。而是将其拘禁起来。甚至定期未以食物。 似乎。它在等待一个。更好的用餐时间。两种文化玉壁上的猪形象。后腿系有绳索。反映了初期猪的拘禁与饲养方式。由于成年野猪性格暴躁。难以驯服。驯化也可能是从野猪幼崽开始的。 这也许只是一次偶然事件。一场历史风暴却从此开启。是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它只是风暴中的一粒沙子。在之后的两千年中。它的同类不断被捕获、拘禁、被养。并在人类的监管下繁衍后代。身份也从野猪。变成了。家猪。到了距今。七千年前。家猪已经遍布。 黄河流域。长江流域。七千年前。中国家猪出现地点。制图at郑伯荣星球颜。究所。依据罗运钉。中国古代猪类驯化。饲养与仪式性使用。人类的长期拘禁。限制了它们的活动空间。给食味养,又弱化了它们的野外取食需求。猪的。生理特征。因此,出现了巨大变化。野猪。 头颈不强大。嘴。长而有力。有力于公土绝食。发达的拳齿,则可作为攻防武器。身材也是。前部。粗壮,后部纤细。相当健美。家猪。的。头部和嘴则大大缩短。拳齿退化。体型臃肿。猪体型变化是意图。 制图at正博荣星球研究所。依据前燕文饲养动物的起源。性别也按照人类的喜好区别对待。母猪可以提供肉食。还能繁育后代。因此,受到人类的喜爱。 暴躁的公诸责备。燕戈。从此变得温顺。甲骨文中燕戈和未燕戈。的使字。附下那衣华与身子相连的是没有燕戈的。而那衣华与身子稍有断开的。是燕戈过的。 制图at正博荣星球研究所。寿命也受到人类的控制。从。长达二十年。变为一至二岁时即被宰杀。因为此时,他的肉量已经稳定。继续喂食也并不会明显增重。不如一载了事。甲骨一指中未成年猪的比例,高达81.4%。正是这种原因。甲骨一指猪骨。但对于人类而言。 甲骨的驯化却是成功的。它只需要很小的一块地方。圈养起来。或者在村庄附近小范围放养。非常。适应农耕民族的定居生活。它对饲料也不讲究。人类弃之不用的食物残余。包括骨壳、稻壳、剩饭都。足以打放。相比之下。牛、羊则需要广阔的草地。 有时还需要迁徒。猪圈的猪。图片源自atvcg。 家猪的生长速度也是极快。半岁到一岁即可达到70千克。 简直是一台长肉的机器。猪。图片源自atvcg。 这台机器。这台机器还拥有极强的繁殖力。猪每年产仔一至两窝。一窝通常有小仔四至十只。而牛、羊、鹿一般每年生子仅有一只。小猪吃奶。图片源自atvcg。 好养活,长肉快,生得多。堪称低投入,高回报的我抓生意。因此,当野猪被驯化之后。 中原地区居民。的肉食中。猪的比例迅速升高。由平均10%增长到70%左右。 中原地区距今一万至七千年前,猪肉占全部落实比例的增长趋势。 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依据罗韵。 并中国古代猪类驯化、饲养与仪式性使用。 距今6900至5000年前。 更是达到90%的峰值。 即便随后因为。 驯化的牛羊。 传入中原。 猪的比例略有下降。 但仍未持40%至60%的高位。 一个。 猪肉之邦。 正在形成。 中原地区距今6900至2200年前。 猪肉占全部肉食比例的变化趋势。 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依据罗韵。 并中国古代猪类驯化、饲养与仪式性使用。 不过。 猪存在于江湖、猪圈, 却高于江湖猪圈。 食用猪肉的机会。 多数属于。 社会的上层。 肉食者。 猪肉总体仍是稀缺的、贵重的。 猪本身也有着较高的文化地位。 甚至是神话。 二。 神话。 甲骨文中。 古人在房下扬史。 便有了。 甲。 甲骨文中。 的甲字。 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一个家庭拥有猪的数量越多。 则越富有。 猪代表了财富。 食用猪肉代表了社会地位。 所以,在史前居民的日常生活中。 同样偏爱猪主题的。 文创产品。 包括憨太可居的。 陶珠。 陶珠。 和亩度文化。 距今七千至六千年前。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 装饰着猪文的。 陶波。 猪文陶波。 和。 亩度文化。 距今七千至六千年。 前。 猪文的形象。 介于家猪和野猪之间。 可能是正处于驯化过程中的猪。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 刻画着猪脸的。 陶湖。 猪面文采陶湖。 养勺文化半颇类型。 距今六千年前。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。 大度能容的。 猪行。 陶冠。 猪行陶冠。 高油龙球庄遗址。 距今七千至五千年。 前。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。 红彤彤的。 猪行酒。 湖。 红桃寿行湖。 大问口文化。 距今约五千五百年。 用于成酒。 四族力气便于加热。 也有人认为是狗行。 现藏于山东博物馆。 在。 内蒙古、辽宁的。 红山文化。 人们更是结合猪手、蛇身。 用玉石加工出。 玉珠笼。 或佩戴在巫师、 球掌胸弦。 或装饰于权上之上。 成为神权的象征。 此时此刻。 猪不再是普通的猪。 而是被赋予了神性的神猪。 玉珠笼。 非首大尔, 稳步前突, 体权躯如环。 现。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 亦有人认为应是玉卷笼。 与猪无关。 神猪持续演化。 甚至有学者认为。 它最终演变成了甲骨文中的龙字。 猪与龙的渊源令人称奇。 甲骨文的一种龙字, 与玉珠龙对比。 观点依据顺利玉珠龙时谈。 不过。 一山更比一山高。 一猪更比一猪强。 5300年前。 安徽寒山县, 临家滩。 另有一只神猪横空出世。 它用一整块玉石雕刻。 重量高。 达。 88千克。 是目前已知新石器时代最大最重的玉珠。 人称。 中华第一玉珠。 玉珠。 现藏于安徽博物院。 珠的地位如此重要。 自然应该。 献祭给。 神灵和祖先。 距今四千年以前。 人们使用珠头、珠下和随葬。 或者使用枕头珠进行祭祀。 占到所有祭祀动物的。 80%以上。 珠生在四。 000年前动物牺牲中的。 别利。 牺牲即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。 制图at正博荣星球研究所。 依据罗运钉, 中国古代珠类驯化, 饲养与仪式性使用。 致迟到春秋时期。 官方建立了固定的祭祀用生制度。 其中。 帝王祭祀。 设计的。 规格最高。 共使用三种动物。 名为。 太劳。 猪祭是其中一种。 太劳是义。 制图。 at正博荣星球研究所。 这种用猪祭祀的习俗。 直到今天还在许多地方流行。 福建晒猪节。 摄影师。 at比一爽。 至此。 猪奉献了身体。 奉献了品牌形象。 为史前级先秦中国人。 换来了生动的文创产品。 换来了盛大的祭祀仪典。 也换来了贵族阶层九十肉林的生活。 商代史形同尊。 盛酒器。 先藏于湖南省博物馆。 但是。 之后的日子里。 猪的牺牲, 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尊重。 反而是一再的贬低与侮辱。 令猪生死不明目。 三。 降级。 秦汉时期。 家猪的数量更加庞大。 养猪事业更加普及。 许多知名人物。 都曾有。 牧猪。 的经历。 例如汉武帝时官智丞相的公孙宏。 年轻时便因家贫而到渤海边养猪。 西汉时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十二号木木猪图。 木猪是指采用放养的方式养猪。 养猪者中不乏高手。 他们以猪制父。 父可敌国。 语出自史记或之传, 亦为饲养的羊和猪很多。 父女程度相当于王侯。 羊至千双, 必千成之国。 帝王贵族了。 依然喜欢用猪展现财富。 各种可手握, 可配挂的。 玉猪。 随造在牧室中。 汉代玉猪。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 特别是。 汉景帝。 及其皇后的灵芯。 拥有包括猪在内的。 大量。 动物陶涌。 规模宏大。 汉阳灵动物陶涌现场。 摄影师App寓语意。 然而。 猪的数量增加。 猪的地位却急剧下滑。 战争。 得需要使得。 马。 的地位大幅提升。 牛羹。 技术的成熟。 又使得。 牛。 的重要性凸显。 不能打仗, 不能耕地的猪。 怎么还有理由舔猎神猪? 著名的东汉铜斑马。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。 曾经的神猪被安排居住在厕所旁边。 汉代专门设计了。 与厕所相连接的猪圈。 把稻草、骨壳之类洒进其中。 利用猪的践踏。 将人与猪的排泄物混合形成优质肥料。 在没有化肥的年代。 这是数千年来。 保持中国土壤肥。 力不竭的秘密之一。 对于猪。 却是生存环境的恶化。 狭小、逼色、肮脏、臭气熏天。 汉代绿油猪圈。 上方是厕所。 下方是猪圈。 县。 藏于故宫博物院。 环境决定命运。 住房改变猪生。 猪都恶明随之而来。 人们嫌猪脏、嫌猪臭。 嫌猪懒惰不运动。 但是在人类强加的环境中。 猪有得选择吗? 没有。 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。 人类需要一个物种成为坏名声的发泄对象。 猪在此时,脱颖而出。 其始皇。 寻油刀会击。 钻门警告私通的男女。 不要像公猪一样随意交配。 吕出自,实际是皇本纪。 季家亦为乱配的公猪。 夫类。 季家。 杀之无罪。 汉高祖的皇后。 吕至。 将功斗的失败者。 断手断脚。 扔进厕所之中。 命令名为。 人至、至,亦为人形之珠。 西汉石珠。 县。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。 游牧民族入侵中原。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,出现了巨大改变。 羊肉取代猪肉。 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肉食达千年之久。 猪的最后一点尊严也被剥夺。 语出自北魏洛杰兰记。 养者是入产之最。 当时著名的农业生产指南齐林药术,与畜牧业相关的内容中。 养马、养羊,分别占45%,25%。 养猪的比例不到4%,甚至低于鸡鸭饲养。 杀猪图。 出自甘肃新城为禁壁画专幕。 唐代。 十二种动物大比拼。 形成的。 十二生肖。 中。 猪再次居于最末。 唐代十二生肖陶勇。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 直到宋代。 猪的拯救者才。 终于出现。 他们不是别人。 而是一群。 吃货。 相传大文豪。 苏东坡。 被扁到黄州、湖北黄冈时。 选取半肥半瘦的猪肉。 切成方块。 小伙们威。 威得红红酥酥。 汤质愁浓。 味道醇厚。 人称。 东坡肉。 相传为苏东坡所作食猪肉师。 早晨起来打两碗。 饱得自家居莫馆。 之后,苏东坡又就任杭州之士。 他用此肉犒劳书郡。 西湖的民工。 并大受欢迎。 从此成为最富盛名的。 猪肉。 菜肴之一。 东坡肉。 图片源自atvcg。 传说归传说。 但类似东坡肉这样的菜肴创新。 的确引发了猪肉的。 产业革命。 一个吃货吃饱了。 一群吃货又闻风而来。 猪肉的吸引力指数大幅提升。 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。 每天有上万头猪,被运进开封城。 消耗量之大。 令人择舌。 开封的吃货们,如此喜爱猪肉。 一场漂亮的猪肉翻身仗。 似乎就要打赢。 清明上河途中的开封城局部。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 东京梦华录记载,可能有夸张成分。 明星时期。 中国人口高速增长。 华北平原,长江中下游平原。 数千人甚至超过万人的村庄比比皆是。 大大小小的土地都被开发。 村土无闲。 语出自清代赵义,欧北师超米荒师之一。 海角山头已变耕。 别无余地可滋生,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供放牧。 牛、羊的繁衍受到限制。 卷养的家猪反而优势凸显。 猪肉终于击败了羊肉成功翻盘。 成为中国人消费量最大的肉食。 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写道。 猪。 天下树枝,清代圆明圆猪手。 现藏于保利医书博物馆。 但是。 猪的形象相应提升了吗? 仍然没有。 在人的关系紧张的背景下。 猪只能生活在宅小的猪卷中。 依然脏,依然臭。 依然是人类嘲笑的对象。 恰好此时。 神怪小说。 西游记,流行开来。 其中的。 猪八戒。 极贪吃,好色,懦弱,无能等。 猪多缺点于一身。 对猪的嘲笑深入到了文学经典。 昔日的光环完全失去。 形象。 依然无法返回。 宜和园。 长廊上的西游记师徒四人绘画。 其中的猪八戒,还是一只黑色的中国传统猪种。 而非白色。 猪。 该怎么办呢? 四。 奇迹。 1950年代。 中国迎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。 数亿人民嗷嗷待哺。 大量农田急需施肥。 猪作为国际民生。 被前所未有的重视起来。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。 女厨自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暗语。 养猪是关系肥料、肉食和出口,换取外汇的大问题。 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,放在自己的计划内。 人民日报,更是在头版刊登文章。 将猪从。 六处。 最末位。 提升至首位。 挤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鸡、犬、长溪被压制的形势瞬间逆转。 1959年12月17日,人民日报。 全国人民的养猪热情,也被调动起来。 1960年的养猪宣传画,优秀的女饲养员,作者金梅生,还一度出现了千金肥猪的浮夸风。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壁画。 千金肥猪。 作者不详,而真正的奇迹,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。 专业养殖户,与工业化养殖,取代了持续数千年的。 庭院是散养。猪作为长肉机器的特性被发挥到极致。 现代养猪厂。图片源自atvcg。 如今这个国家,每年有。 6.8亿头猪。 出兰。 4亿头猪存兰。 年产。 猪肉。 5400万吨。 相当于,世界上其他国家猪肉产量的总和。 堪称奇迹。 近70年来,中美肉猪存兰量增长对比。 制图at郑伯荣星球研究所。 巨大的产量让猪肉走上了。 亿万普通人的餐桌。 各式猪肉菜肴花样百出。 包括蛋不限于猪肉炖粉条,红烧狮子头。 炒腊肉,红烧排骨,青椒肉丝。 回锅肉,糖醋排骨,白切猪蹄。 煎猪肝,梅菜扣肉。 可乐排骨。 粉蒸肉,水煮血网。 苦瓜浸肉。 红烧肉,水煮肉片,猪肉饺子。 卤猪蹄,姜醋猪蹄,花生猪蹄。 烤乳猪,木瓜煮肉丸,香锅烧肉。 千层猪耳,鱼香肉丝,滑溜肉片。 滑溜里脊,香爆肥肠,酱汁肘子。 排骨冻瓜汤,菠萝菇露肉,脆皮猪大肠。 板栗烧排骨,梅子蒸排骨,水晶猪皮冻。 等等等等。 香橙排骨。 图片源自atvcg。 除此之外。 猪皮。 可质得。 猪棕被制成各种刷子。 从猪皮中提取的明胶。 会被用来制作蛋糕,冰激凌,啤酒。 甚至猪骨粉还被用来制作精美的瓷器。 骨子最早由英国制作。 中国现在是最大的骨子生产国。 图片源自atvcg。 与此同时,猪的文化形象,也迎来了大繁荣。 中国的猪,外国的猪,都在国内拥有了广泛的拥盾。 包括聪明又活泼的。 小猪配起。 反应总是慢半拍的。 麦兜。 拥有特异功能的。 擎天小猪。 以及性格各异的。 三只小猪。 等等。 麦兜俱照。 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。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。 联合举办的展览与猪同行中所说。 数千年来。 还没有一种家养动物像猪一样。 既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。 又一直在精神领域里,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 从猪的驯化到饲养选域技术的发展。 从简单的食用猪肉。 到将猪肉烹饪成美味佳肴。 从用猪随葬。 到把猪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符号。 人类在与猪同行的历史进程中。 生产技能在进步。 生活水平在提高。 风俗习惯在变化。 文化知识在丰富。 浪花淘金九千年。 猪对中国人的贡献不可磨灭。 今天。 当我们享用起丰盛的年夜饭。 也许更能体会到。 猪。 国家需要你。 人民需要你。 祝大家猪年快乐。 PS。 本文主要参考人献包。 括、罗运钉中国古代猪类训化、 饲养与仪式性使用。 徐旺生中国养猪史、国家促勤遗传资源委员会、中国促勤遗传资源制、猪制、王同委、史、制、猪的历史演变、2017年中国养猪业发展报告、谢敏仪等中国的猪肉奇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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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